和传销不同 比特币跟传销最大的不同在哪 因为这个问题在网上很多人都在争问 传销就是你只有卖出东西之后 就是你可以发展很多下限 但是你卖出东西之后你才会赚钱 或者你不卖东西 但是你收很多钱你才能赚钱 就是你只有像一边做多才会赚钱 但是比特币它有期货市场 它可以做空 它不需要你招呼很多人一起来去买比特币 把比特币炒得很高什么的 就这样赚钱 这跟股票不一样 因为现在有期货网站 有很多期货网站出现之后 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去做空 你根本就不用去再招呼多少人来去交易 除非你是想控制期货市场 你可以去招呼一堆人来去买 一起买或一起去卖 会让你期货收入上可能会有些变化 其实现在 现在就是看你的能力吧 单哥哥应该是操作不了的吧 看你的资金嘛 就是你钱越多你越能操作 这就是庄稼子 有一段时间突然一下跌 突然一下涨 是因为就你知道那个中本充塞子不是被卖了吗 前段时间那个币一下就跌到400 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要买那个网站 所以把那个做空到很低很低 然后他们买了很多币 买了很多币之后呢 然后不是价格就便宜了好多吗 然后就给付给对方那个中本充塞子 他们往前12万个币 然后付了人家之后 他们就像那个就赚了好多 很多的原因 反正那会儿 那会儿也不是那个 也不一定是那个原因 反正有很多的原因 因为前段时间那个 现在比特币基本跟那个黄金走势是挂钩 基本上是这样 你到时候可以留意一下 基本跟黄金走势挂钩 跟美元也是挂钩嘛 因为美元只要一涨的话 比特币肯定会跌 美元涨为什么比特币肯定会跌呢 没有 这是 这就跟美元涨黄金会跌是一样的 嗯 相当于是他们是等家务 然后美元涨啊 这个就 这其实就是一个那个 就是 你去接触多了 你就知道 就是现在国际上各种什么那个 美元跟各种货币 还有跟那个人民币啊 什么日元啊 欧元 还跟这些什么 黄金白银什么的 都是有联系的 就是美元只要 有你波动 然后会波及到其他一个市场 然后这种涨跌之间的关系 你需要自己去观察 这个就好复杂 这个做期货就是一定是有一定基础的 有一定基础的人才能去做 如果要是什么也不懂的人 真的就好别去碰一些 当初赔光了就别去用 一般来说你们 什么矿地股票也别买了 那个东西就一文不值的东西 要是真的看好的话 应该去 去那个挖掘一下什么那个 那个 LTC啊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那个 就是其他的一些币 山寨币什么的 还是少碰 山寨币基本就是 就是矿工挖完之后一上市 然后那会儿就是 矿工就开始大卖 卖完之后就一直跌 基本 山寨币没什么好吵的 现在就LTC可以吵一下 BTC现在还没跌到位呢 然后现在你们得等 你们要是炒股的话 就炒BTC的话得等 就波段什么的 你需要技术 你需要学K线啊 需要学成交量什么的 需要学均线什么的 虽然说这些有时候 就是有时候也不好使 你知道吗 技术性的东西有时候也不好使 因为庄家直接用钱 就能给你把技术走势完全改变 主要是还是看自己了 这是自求多福的一个年代 你只有就是看的书多 看的书多之后 你才能对这个走势判断比较准 你可以就是说做一把期货 然后从里面多赚点 因为做期货 就像前前几天 就前段时间暴跌那个 每天跌一天长一天那会儿 他们就基本就是两三天 就能翻一倍 两三天翻一倍啊 对 就是你前述 像那个什么 有的就是你 你看情况 有的就是 你一天就能翻一倍 你知道吗 基本上最差量两天翻一倍 就做期货好在这儿 因为那个 两天翻一倍 其实收益也挺高的 像以前那会儿 没有期货网站的时候 像那会儿以前没有期货网站 国内没期货网站 光有那个什么 比特币交易的时候 比如说二三十美元那会儿 或四十美元那会儿 你买个比特币之后 一个月才翻一倍 对我到现在还是赔的呢 对 那个时代是 那个时代是一个月翻一倍 但是如果你现在就期货 可能两三天就翻一倍了 当然必须它有大行情 如果没有大行情 波动十美元二十美元以上 就有行情 你想一两天翻一倍挺难的 像我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做这个就是要学 没有 你这种情况一个都学习 就应该多看书 多看书 对了一个知识 然后你只有 只有累积知识之后 然后你就看盘 我已经从来没超过 对 你这个反正得学 如果你 你既然想投身 投身于比特币这行业 你必须得好好学 如果你要不好好学的话 还是 就是要么收益很慢 要么就是被人 那个骗光 也不是被人骗光吧 就是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赔的 就是你 就是至少得活得明白吧 就是这么 你只有活得明白 你才知道 你你你该要什么 你不要什么 如果你 就是不一定非要投资比特币 你可能会投资股票 投资别的什么的 虽然说现在国内股票也不好 也涨的也不多了 但是就是来说 我觉得现在 大家都知道 投资比特币 至少比特币的走势 比股票的走势更容易懂一点 这是最基本的 规律稍微好一点 都更明显一点 更好操作一点 然后那个 比特币的交易机会多吗 股市才 才四个小时 反正那个 那个 这个 涨的正常一段线 就表示那天涨的比较过 是吗 然后又是 那天涨的这么高 然后自己又跌下 是这意思吗 对 被人砸下来的 就是那个价位 只能说 这根 这根线是 那个价位 是很多人 不看好 他能涨到那么高 所以就开始卖 一直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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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到这个价位 停住了 然后就很多人 市场有很多人 都看好这个价位 这个 这个需要一定的 那个 心理吧 就是股市有 像BTC有心理 股市也有心理 这都是相通的 各种交易 都是有个心理价位 每个人都有 一个心理价位 就是你对 这个 就是在这段时间以内 比如说这一个周 它的价位 应该波动到 什么 你认为它高还是低 你自己会有个心理价位 然后你可以根据 你的心理价位 来去买卖 这也是一种方法 可这样我会不会买的 比较贵呢 我现在还在赔本的 我买了什么780 然后买的最便宜的时候 大概是600多 现在还没保本呢 因为你现在对K线不懂 所以你看不出 它未来的大方向是什么 所以这样你很容易 就买的贵了 这很正常的 如果要买的话 是看K线吧 对 你还是多学习 你学的 学东西学的多 过了之后 你自然就能看懂 要不然 你现在 就是没法弄 真没法弄 看不懂 你必须要能自己知道 它的方向 其实K线就是一门语言 就跟汉语 英语 什么其他语 是一样的 你想读懂 这幅图的意义 也才行 因为这幅图 其实就是 告诉你怎么去赚钱 是一幅 发财致富的一个图 你从这幅图上转了 我现在水平也不行 反正就是 就先玩的呗 这都是慢慢成长的 因为小学这个东西 不是说 那个 一年就能学会的 很多时候是 一个是跟 自己的智商有关 还有就是跟你 学习的勤奋程度有关 你要是勤奋点 你能补一下 补一下质力上的一个问题 如果智商高的话 他去看这东西 很容易就能 悟出很多的道理 然后他看的书 也能悟出很多道理 然后他再去实践 就很容易成功 就是每一个人 都会有自己的 一个交易方式 就不管赚钱的人 还赔钱的人 都有自己的交易方式 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你知道 那你来中国股市 以前玩 但是那个 中国股市不是一天 就交易四个小时吗 这个是一天交易 二十个小 二十四小时 但就不停 对 这个交易机会多 中国股市交易机会少 中国股市主要是那什么 中国股市已经 已经让很多人绝望 这算是什么意思 就成交票 这是多 那红为什么会有红呢 对 他跌的时候的那个成交量 就卖单 卖单卖的多 就这样 就是买单买的多 就这样 但是他卖单和买单 不同时显示 卖单比当天的买单多 他就那个 也 这个没法这么讲 你一看时间段 我可以先到一天吧 他这个成交量 是有专门的书 你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关于成交量 是怎么来去判断 股市未来的一个趋势 像PTC 这个应该还行 但是我这么跟你讲 中国股市是 技术指标肯定是不好使 你知道吗 就技术指标只是相对 相对在一个范围内 来说还是可以参考的 但是这个东西 你不学也不行 你必须要学 但是你完全依赖于技术指标 你肯定会赔钱的 像PTC也是 PTC以前 你 就是200个手有美元 之前你依靠 技术指标 你能赚钱 但是你如果说你现在 依靠技术指标 你不一定能赚钱 也会赔钱 因为现在庄家 比以前聪明多了 你知道 他可以用技术指标来去 那个欺骗你 以前好像庄家水平没那么高 但是现在人家水平涨了 要不就会换一庄 这样子 就你 归根结底就多学习 你多看书 各种股票的书 你多得看 好吧 反正今天 我跟你在那聊 我大概 慢慢明白 这个 这一坨是什么意思 以前我就忽略他不及 因为我认不得 没事 这你慢慢学得好 你把那个书看完 看完之后 你再去看这个走势 这会好一点吗 会好很多 你就知道他在干嘛 796和他的是同时的吗 实时的 对 796的走势是自己的走势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 自己单子的走势 然后基本上 796就是国内玩家很多 国外也有 国外的人也在玩 因为他24小时嘛 嗯 不像那个那个GBR那个 10眼23点 手机还特高 那个 那个网站挺黑的 就我纯可观的假 796还是不错 嗯 因为好多那个 机关我家我都去过 有些都是什么 交割的 交割日子 嗯 都不太好 你是不是就一直玩796 没有 以前是玩玩那个就是比特币 在MT上去交易嘛 嗯 后来那个MT上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账号被盗了 你看 嗯 币被人转走了 你丢掉 没没丢多少 后来是那什么啊 后来是去那个炒三代币去了 炒三代币是那 那会去 原先BTC是赚了 后来炒三代币的时候就赔了 赔特多 然后那个什么呢 现在又回来炒BTC 然后总比要东山在一起 在MT上没丢多少 MT也就 因为我是 MT丢一千美元嘛 那会是转 转账机放在那里 后来被人给盗了 现在我还没有在MT上玩过 对MT挺危险的 还是不去 不去为好 我是听他们说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 嗯 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搬砖的话 可能就是从BTC 然后导到MT 然后再从MT导到BTC 是这样 没有 可是我倒是没明白 搬砖有很多个 那个平台可以导 但是你自己去发现 你自己去 计算一下 那个手续费多钱 什么的 当然搬砖还有一个危险 就是说假如说 那个比特币突然暴跌的时候 你去搬的时候你就亏死了 你知道吗 因为经常会有这样的 为什么 为什么会亏死 你看我们就比如说 我把那个币打过去 然后我及时卖掉 不可能 比特币你倒下去的话 需要时间的 在这段时间里 然后比特币突然暴跌了 然后你 你这个币在卖 嗯 一次暴跌至少10美元 你知道吗 你说你卖 你不赔 不赔钱吗 赔 对啊 你要等到反弹 等到什么时候 嗯 这个反正 这些很多人的 都是很多人的经验 都是 都是这么赔过来的 赔过来 血淋淋的教信 都是金钱赔上来的 所以我就说一下 多论了 因为我 我觉得我交不起学费 对你少拿点就行 但最主要是 你先看书 因为 因为我发现 你的基础是太差 我不是太差 我是没有 对啊 所以你就看书嘛 不看书不行 你既然想玩这个 你就看书 如果比特币走的 长久的话 走的远的话 你还是就是说 朝比特币 比朝股赚钱快 比他多 就只能那么给你加 你一看好 长期看好比特币 长期 我 我 没有 我没长期看好 我觉得比特币 将来肯定会被替代 你知道 但是被替代的时候 那会你要抓住机遇 再赚一大把 比特币 比特币 如果要是一直跌下去 就假如说 从现在90美元开始 一直往下跌 一直跌到10美元 你知道吗 嗯 你说这段时间 所有 就是说 你去 炒比特币的人 肯定会赔钱 而且不是赔一点点 对啊 但是你 你怎么想赚钱呢 你只有去 机关网站 去交易 你直接做空就行了 你知道吗 假如说 现在你拿100个币 从90美元开始做空 你等它一直跌到10美元 你想想你能赚多少钱 你就报复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一个 还是你的眼光的问题 对 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喜欢玩气候的原因吗 就是前面有一股力量吸引着你 你每天自己分析分析 然后赚一赚 没有 玩气候就要是那个 玩气候就要是一个是说能赚很多钱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给你一个那个赚钱的机会 就是在比特币跌的时候 你也能赚钱 这是这点挺重要 假如说比特币从90美元跌到一美分 你说你怎么去炒 你要是说你只能 只能像以前国内A股那样 只能炒股 只能做多才能赚钱 那你就没法弄了 你就没法赚钱 假如说它从90美元跌到一美分 你就一直做空 你根本就不动 你想想你能赚多少钱 就是你不 你根本不用怕比特币将来 现在的问题 根本不是说比特币将来怎么样的问题 就算就是比特币将来有没有未来 就算它没有未来 我同样可以赚钱 因为我在做期货 我在做空 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期货网站的出现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你不会特别 特别再去那个 像传销那样 去拉人来去认识比特币 了解比特币 就算比特币完蛋了 你同样可以赚钱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只不过就是 它被第二个币给代替 比如说LTC代替了 或者说被其他的东西代替了 都无所谓 最主要是你能掌握一种赚钱的方法 就是做期货这种方法 你能掌握就行 所以你根本不用在乎比特币 还是什么币的各种币的出现 你根本不用在乎 我只需要在乎 怎么来玩这个期货的走势就行了 我自己把这些学好 你把这些学好的话 你就能赚上钱 因为大家一起来玩比特币 不就是来赚钱的吗 谁想赔钱 是吧 不管是玩比特币 不都一样 都是在赚钱 我以前不懂这个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进来 他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要是注册就送过 然后那个时候 对那会儿就送 那会儿就有 但是那会儿我自己不懂 我就没有去 对所以就是商机 机会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就是你能看懂这机会的人准备 所以你一定要 多许多才能看懂 看懂的话就行 你看股票的价格 这个K线沿着均线往下走 就是下降的趋势 然后你根据这个来去判断 然后呢 它你看见没 均线跟这个股价之间有空间 空间越大 就是它需要反弹 就是它需要反弹的力度 也是越大的 反弹是 就是往上涨的意思 它跌到这儿 你看见干嘛 假如说那天跌到这儿了 你不要看这个绿线 它这个地方跟这个 均线空间很大 所以它肯定要是这个股价会 就K线会往上涨 碰到均线 然后才能继续沿着它下降 继续走 那为啥它涨还要往下跌呢 它还是红的呢 这就是人们的心理状态 你当时假如说你有 你有那个什么 你有弊的时候 你不管是做空还是做多 你都行 你当时体验一下 你就会知道 你必须要多经历 这种暴跌暴跌 你不要多经历它 然后那种心理状态 你才会明白 你现在看 你都能看出来很多 如果要是你没有看到 未来的趋势的时候 你在这会儿的时候 肯定是往下卖的 你知道吗 你现在是已经看出 很多这样的东西 你不能这么看 你应该这么看 假如说这样 这样你更不知道 未来是什么方向 对啊 你再这么看 你就 你一看到这根红线 你肯定继续往上砸 你也得卖 你知道吗 往下砸 我也得卖掉 对啊 假如说你有病 你也会卖的 因为它是一个规律 就是说 它还没有跌到底 是吗 就是这个 那就是你的心理价位的问题 你心理价位 认为它跌到底了吗 如果没有 你就会去卖 如果你认为跌到底了 你就像这个人会买 你知道吗 这是你心理价位的问题 每一个人对这个市场 都有一个心理价位 当然你看的书越多 你懂得越多 你越专业 你的心理价位越准确 你就不会这么不准 你再给我说一下 这个汁是什么意思的 我把记下来 汁就是最低点 向下的汁就是最低点 当天那个 那个就是比特币 当天会向下跌到这个最低点 这些都可能是瞬间的 瞬间跌到最低点 然后被人 被很多强力的买盘给买上来了 然后又收到这 这块是被人砸下去的 然后这块是被很多人抄底 抄底的人买上来就是这样 这样的一根 向下的一根 这叫下引线 你知道 这就叫下引线 被抄底人买上来了 叫下引线 像这种的 可为什么有空的和石的 对 石的表示 你就是它空和石 是按天数来分的 你看 你看你的级别是什么 现在是一小时的状态 就是在这一小时之内 它石的就是在这一小时之内 它是往上涨的 从这一小时开始的时候 到现在一小时结束 都往上涨的 所以这边是石的 如果这边是空的话 你说空心和石心是吗 这个空心石心没区别 没区别 对 这个没什么区别 你就看这个都行 这个叫引线 这没有石心的 就是一个T的 这个表示它 这一小时刚开始 一小时零一分的时候 是这个价 一小时 一小时最末的 五十有分的时候 也是这个价 所以形成一条横线 哦 没变化 嗯 但中间它是有变化的 它跌了 然后又被人买上了 对 你要能看懂 看这个才行 就是这一根K线代表意思 嗯 就像这个吧 就像讲最近这个吧 嗯 嗯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没看这不是这么多这个吗 嗯 交易的 就横盘吗 这叫横盘是吧 很多人都知道 这叫横盘 横盘的目的是 有两种 要不上涨 要不下跌 嗯 你知道 但是你具体的 你是看它上涨 还是下跌 对 你不要去 在横盘的时候买 买 你只有等它 做出选择之后 你看见没 这就做出选择了 嗯 然后你再决定你买 还是买 这就是根的 这叫顺势而为 它现在是向下 那你就 那是向下 一般来说 做出一个选择 你得等庄家去做选择 嗯 你不要在横盘的时候去买 涨和买跌 如果你在横盘的时候买 那就是赌 那就是赌博 你懂吗 嗯 那就是赌博 只不过是很多人 很多人买的时候 当股票买 赔的少 你要当期货买 赔的多 就是这么个意思 赌博其实不分 不分那个什么 不分你买的是什么 不分买 就比较买 就不分得了 嗯 这个比如说 可能很久 但是你不知道哪一天 它会跌 那你就得等 就得等 然后我就不要买 你不要买 对 你只能等 没有别的方法 就得等 这叫趋势 趋势 趋势 叫什么 有趋势 你才能决定 你该怎么去做 没有趋势 你没法做 你比较有趋势 你知道吗 就是跟 做期货 就是跟随趋势 你看现在趋势向上涨 还是向下 向下涨 向下跌 就是跟 跟随趋势 就是顺势而为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当 你要是逆势而为 可以除非你的钱 多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能 你能操纵市场 和操纵这个价格才行 如果你操纵不了的话 你 你只能是 顺势而为 尤其是小散户 就必须损着 嗯 羡慕听 我是亏损的 但是我 我是 我是五月 五月中旬吧 才知道比特币 嗯 然后 我觉得五月中旬 到现在七月 现在也是七月 快底了嘛 嗯 我觉得 跟我同一时间 知道这个事 人家可能已经 把赔的钱 早就赚回来了 我现在还在赔 那是因为你记住不行 你要看书吗 不跟你讲 你说了吗 但是 就是现在才知道吗 以前不知道呢 没事 你 学员吗 嗯 这以前的事 也改变不了了 对 这些一定得学 就是均线跟K线 是必须要学的 还有这个成交量 这三点 是必须要学的 成交量 我也得看吗 对 成交量也得看 成交量是你看完这本 这本书之后 你看到第二本书 就是看这个 嗯 成交量 可成交量你有书推荐吗 有啊 量价技术经验 查一下 推荐来 你查一周就行 嗯 查什么 数字一 嗯 汉语的 嗯 周是那个 那个 周 第二个 第二个周 这个吗 不是 就是那个船 船的那个照片 这个 对 回船 这个吗 不是 后面再点股票吧 他搜我去 这是个人吗 对 是个人比人 是这个 不是 你跟他认识吗 你跟他认识吗 不认识 嗯 你看过来 我看好了 我先保存了 嗯 好多啊 对 这一半你都要看 你学了几年啊 我明显 你交了多少学费 交不少 上万了 好几万了 哎呀 怎么办呀 怎么办 你得自己做决定啊 你要搞这行 你就搞 你要不搞这行 你就别搞 我先不听 只会 他们说 我买哪个哪个股票 然后买了就对了 我就不管了 没用 你听别人买 是没有用的 嗯 有些事情 不是靠别人的 这一会儿 你也都不听了 没有 我也听 但是我会自己 去判断 嗯 听是应该听不到 但是你得自己去判断 他们 但顶多是给你一个建议 但真正的 你要自己去判断